HELLO 大家好,我是莎 近期大家很關心,是政府何時派一萬元? 如何申請,我亦會說海外居民如何申請 以及如何選擇銀行一帶優惠 令你賺到更多優惠 這個不是廣告,只是因為我算死草的性格 喜歡賺到盡 而且還會建議大家如何好好利用這萬元,事不宜遲 快點看看今天的政府派一萬元,銀行大優惠 Are you ready? 首先看看申請資格 第一是在2021年3月31日或之前年滿18歲 第二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第三是持有在2003年6月23日或以後簽發的 香港永久居民智能新聞證或由人事登記處 第二是處長根據人事登記規例第177A章發出的豁免登記 至於登記日期是市民在6月21日 即今年的父親節可以透過電子銀行進行登記 致止日期是下年12月31日 希望最快可以在今年的7月8日收到錢 領取方式有以下兩種 第一是透過銀行戶口轉賬 第二是親身領取支票 現時最始已有21間銀行宣布退出優惠活動 包括了抽獎、現金回贈、定期利息或向有需要的家庭捐食品包等等 以吸引客戶透過登記領取政府的10,000元 21間銀行內銀行戶口轉賬登記方式有以下三種 第一是網上理財網頁 第二是網頁上的理財APP 第三是網站上登記 大家可以參考這個表格 看看哪一間自己相熟的銀行最方便快捷 因為有一間銀行內並不是所有銀行都提供全部登記途徑 至於電子登記方面亦有以下兩種 第一是網上理財服務 通過網上理財服務或流動APP 登記時需要輸入電話號碼和選擇收款的帳戶 第二是通過銀行網站登記 如果未設有網上理財服務 便可以在銀行網站進行登記 輸入身份證號碼的四個字母或數字 聯絡電話號碼和收款帳戶 至於書面登記方面亦可參考以下五點 第一是政府官方網站的下載申請表格 或者可以參與銀行分行 各郵政局、民政事務總署各區諮詢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處各區福利辦事處或防委會核下公共屋邨辦事處或客戶服務中心領取表格 第二是登記時要填寫中英文的姓名 身份證號碼、聯絡電話號碼、收款銀行名稱和收款帳戶號碼 第三是可以郵寄至郵政總局郵政信箱182020號 信封上需要填上收款銀行名稱 在本地寄出無需郵費 市民亦可投到指定銀行分行的收集商 第四是計劃開始登記的首六星期 選擇以書面表格登記的合資格人士 需按出生年份組別分批登記 第五是不接受以傳真或掃描登記的表格 以郵寄方式遞交的表格 書面登記分為三個階段進行 現金發放計劃在6月21日即星期日父親節開始接受登記 屆時參與的銀行、旗下、分行及郵局均會在星期日開門營業 令市民領取及交回表格 書面登記將分為三個階段進行 每批隔兩個星期進行 首批即是1955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 可以於6月21日開始遞交表格 要料最快是7月20日收到款項 市民可以透過指定的個人銀行戶口收取款項 又或者選擇香港郵政遞交書面登記表格 領取抬頭支票 但書面登記有兩大幅位 大家一定要想清楚才好決定 第一,支票預期未兌現或作廢 登記人在香港郵政領取的支票有效期 違法出當日起計的6個月之內 如果領取者未在支票有效期內兌現 又或者將它傳入銀行 將被視為放棄按現金發放計劃領取的收款權利 第二,誤投收集箱或延遲收錢 書面登記的人需要按照申請途徑 例如銀行或香港郵政 將表格投入正確的收集箱 如果出現誤投的情況 例如信封面寫A銀行 但投入B銀行的收集箱 又或者原本希望透過香港郵政收取款項 但變成銀行收集箱 當局協助表格轉交正確的機構或部門去處理 但當中可能造成這個言論 推遲登記人收集的時間 如果你不是用銀行轉數 在領取抬頭支票登記方式 登記人是經過登記之後 必須親身去到指定的郵政局領取支票 並且出示身份證或香港郵政發出的領取支票通知 登記人可以親身去到本港任何一間指定的中國銀行香港分行 向職員出示身份證或兌現支票或任何一間本地銀行 將支票傳入其銀行的帳戶 至於領取的時間 透過電子方式登記 在開始登記的頭10日 即2020年6月21日至6月30日 進行電子登記款項同時 在7月8日左右 陸續傳入登記人士指定的銀行帳戶 在7月1日起登記的合資人士 會在登記約一個星期後收到款項 很明顯透過電子方式登記程序 非常簡單快捷 另外透過書面通知方式登記 在計劃開始登記首6星期 款項會按登記人出生年份組別發放 8月1日後遞交登記的合資格人士 將在登記後約2星期收到款項或支票領取通知 至於特別需要人士的安排 第一是社會福利署會向其合法的監護人或受委人發信 以確認代為登記或領取款項 第二是他們可以簽署這個信件 並寄回香港郵政總局郵政信商的180000號 如果不屬於以上兩個類別的沒有精神行為能力人士 第一是由親屬以代理人身份代為登記或領取款項 第二是代理人需要親臨現金發放計劃的秘書處 所以辦理登記手續並且提交所需的文件核實 海外居民登記方式有以下可以注意的事項 第一是合資格人士 第二是如果有本地個人名義的銀行戶口 但又沒有網上的理財服務 可以登入銀行網頁了解可不可以電子登記方式 第三是填寫所需的資料 之後就是提交申請 也可以下載表格郵寄回港以作申請 以下的15間銀行優惠我只會重點說一下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優惠和大家分享 花旗銀行在8月31日前 透過City Banking網上的理財登記政府款項 可以獲取68元現金獎賞 並且自動參加大抽獎 贏取10萬元現金 名額只有一名 東亞銀行客戶可以透過電子網絡 包括銀行服務 Cyberbanking 又或者 可以贏取額外獲取1萬元現金獎 至於工商亞洲手機銀行 或網上銀行登記領取1萬元的新舊客戶 亦可獲取50元現金 如果成功推薦朋友一起開戶 如果成功推薦朋友一起開戶 可以額內獲取50元的禮券 又或者可以參加抽獎活動 獎品包括1萬元現金回贈 大新銀行首1000名電子登記客戶 全部可以獲取20元現金獎 另外登記人亦可參加極大抽獎 有機會獲取額外1萬元現金 名額5名 恆新銀行 9月30日前通過個人Ebanking登記計劃 亦可成功收取這個款項 即有機會抽中1萬元 名額5名或20元 名額9000名現金獎項 中銀香港新客戶 在8月31日成功透過手機應用程式開戶 可以收取1萬元後 可以享有開納港元定期存款利率優惠 客戶可以20萬開納3個月定期存款 年利率是4.3% 真是蠻厲害 拿完1萬元還有機會抽獎 大家看完影片後 要預早一點決定去哪間銀行登記 大家自行決定 看看哪間銀行最適合你 拿到最多的好處 說完銀行優惠 我當然要和大家分享 你1萬元如何有效好好運用 資產是分形有型的資產 或無型的資產 Tangible & Non Tangible 要視乎你的性格和喜好 相信疫情過後 各大旅遊產業都會推出優惠計劃 所以如果大家選擇把這筆錢用到旅行 你就要密切留意這方面的訊息 1萬元去亞洲短暫的旅程 是滑滑有餘的 日本、台灣、泰國、南韓 想知道什麼路線 當然要看我的頻道 證明消費去旅行 看看西亞頻道最穩陣 至於進修方面 1萬元當然不足以支付學位的課程 不過大家可以補一點錢 去考車牌 其他選擇有攀任、外語、網上很多課程 1萬元都有很多選擇 買一部iPad的容量大一點 最少都是4000元有找 我一部iPad差不多收了接近1000本的書 隨時隨地也可以看書 看電影、剪片、修圖 可以透過iPad隨時隨地學到很多技能 說不定由此可以網絡到新的發展方向 至於投資方面 有些債券是1萬元就可以入場費 現在未有時間可以去旅行 將1萬元用來買外幣3個月定期 3個月想去那個地方 到時你便拿回來 如果你不用拿回來便繼續存 你亦可以買一個金幣 凡事都有第一次 之後你就可以每年存一個金幣 例如你一天省100元 一個月30日便有3000元 一個金幣大約13000元 你存4個月便可以存到一個金幣 另外你也要建議買一些自己 很想買又平時不捨得的家具用品 例如氣炸鍋幾百元便有了 多了留在家自然便會花少些錢 又或者買一個按摩器 美容和減肥的導入機 由千多元至幾千元都有 拿些錢去扮靚也是一種投資 要見客便千萬不能失禮 多點留在家舒舒服服去學習網上課程 都可以為大家增值 以上的建議就是我平時經常都有做 不用等到拿一萬元才開始做 不過如果你之前沒有做 現在就有一個很好的開始 拿著一萬元好像很少 但如果大家懂得運用的話 你現在沒有的東西 將來可能有機會拿到更多更多 要得到財務的自由 來來去去都是那三件事 就是要儲蓄理財和投資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次的介紹 記得按通知按鈕 日後將會有更多這類影片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喜歡我今次的介紹 記得幫我分享訂閱和like 快點把這條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今次就先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